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限制了这个地方的货物和人员进出领土 两国今天依然维持着对加沙地带的封锁 也切断了这个地区和大部分其他地区的年系 就世界大部分的年系 使得超过一百万的巴勒斯坦人依赖国际养货 倒过来反而是这种人口养殖术 又维持了加沙的高速人口膨胀 恐怖分子从不缺冰源 不过你要看国际的报道 一般都会说这个地方 说是有80%的贫困 人们过得怎么悲惨 最近流露出来一些恐怖袭击之前的加沙的视频 当地由于这种全世界的这种投入和所谓的救济 使得实际上他们过得并不是很糟糕 但是不管怎么讲 联合国的统计这个地方呢 有47%的失业率 但是如此高的失业率的情况下 哈马斯呢 却资助了一支数千人的武装部队 配备了火箭和无人机 并在加沙的地下修建了巨大的隧道网 和像迷宫一样的隧道网 据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一些消息 他的年度军事预算应该在1亿美元到3.5亿美元之间 这是一个很庞大的数字 相对他的人口数来讲 所以玩恐怖主义这个东西是要花钱的 而且是大量的金钱 那么问题是钱从哪里来 哈马斯从哪找的源头活水 这就是今天这一期我所要讲的内容 自从2006年 哈马斯在加沙地带执掌权力以来 哈马斯的金库充斥着数亿美元的国际援助 有来自伊朗的和其他穆斯林相同极端势力 国家公开和秘密的这种注入的现金 还包括这种加密货币的收入 税收勒索和走私等 那么我就分几个部分来讲他的资金来源 第一私人捐助 巴勒斯坦侨名就是侨居在世界各国的 你包括现在纽约加拿大 澳大利亚欧洲那些举着巴勒斯坦旗 这几天在大街上是吧 到处撕这个以色列失踪人员的海报的 这些货色们 他们提供了非常大的这种资金 来支持哈马斯 据2011年曝光的一份捐助者的名单 这些捐助呢 就是给哈马斯捐助的人 主要来自约旦 卡塔尔 科威特 沙特阿拉伯 英国 德国 美国 阿联酋等等 还包括意大利 法国 是吧 这些已经逐渐逐渐在走向 伊斯兰化的法兰克斯坦和意大利斯坦 另外呢 根据美国联邦法院的文件 从1995年到2001年 美国的一个慈善组织 或者叫这个非盈利组织 圣地救济和发展基金 它作为哈马斯在美国 主要的一个筹款机构 向哈马斯捐赠了超过1200万美元 这是查到的费用 第二个裁员是税收 走私和勒索 为什么我把税收和走私和勒索 合在一块来讲 因为对于这样的一个 是吧 反人类的这个非法的政权 或者是这么一个团伙 那么他们的税收和抢劫是没有区别的 你把税收两个字改成抢劫 也是合适的 哈马斯接管加沙以后 为了发展征税和勒索的能力 哈马斯通过工资 货物销售和走私收取的税收和回扣 还有来自南美洲的走私 包括毒品 目前这些数额已经达到了3亿到4.5亿美元 这也是非常惊人的 当以色列为了封锁加沙 限制货物和燃料进入加沙的时候 哈马斯就有了一个难得的发财的机会 他们就通过他们掌控的隧道经济 获得市场垄断 哈马斯在另外一些特许的 比如医疗援助和前往埃及的许可证方面 也能够大量的牟利 因为当这种战时冲突的时候 这种前往埃及的许可证 就会变得价值非常的高 第三大块 伊朗 卡特尔 土耳其 这三部分的援助 他们的援助呢 有非法的 有合法的 这个问题很复杂 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 伊朗就是巴勒斯坦地区的奶牛 一直供养着这个地区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呢 伊朗一直是哈马斯的财政和军事赞助人 就是最大的赞助人 现在呢 他们的每年援助的金额为1亿美元 好像是在叙利亚战争以后呢 因为哈马斯所支持的群体和伊朗支持的群体 是有矛盾的 所以伊朗就压缩了对哈马斯的支持 即便如此也还是非常高昂的 哈马斯的高级官员阿里巴拉卡 本月在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接受采访时讲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 伊朗正在向我们提供资金和武器 去年哈马斯的领导人伊斯梅亚哈尼亚 告诉半岛电视台伊朗向该组织支付了7000万美元 以支持其防御计划 自2014年以来 卡塔尔向加沙地区支付了数亿美元 这个怎么说呢 卡塔尔的这个应该是加沙地区最大的裁员 但是这个钱基本上都是合法的 所以这个就不好说什么 但是虽然是合法的资金 以我们对流氓国家或者流氓组织的经验 这些钱可能有非常多的流露到了 这个恐怖组织哈马斯的腰包 这个卡塔尔的援助 一度每月达到了3000万美元 来帮助运营在加沙的唯一的一个发电厂 并支持哈马斯政府的贫困家庭和公务员 卡塔尔的官员表示 卡塔尔的援助为最贫困的巴勒斯坦家庭 多提供了100美元 便延长了加沙一天的供电时间 卡塔尔在外交政策上 一直是一个走钢丝的国家 它是美国的盟友 拥有这个 在中东地区最大的美国军事基地 同时呢 这个在卡塔尔也活跃着塔利班 这个哈马斯 还有其他的一些恐怖组织 并且呢这个哈马斯的这些恐怖头目 大头目 像哈尼亚这些人 他们都住在卡塔尔 过着花天酒地 非常奢侈的生活 卡塔尔对加沙的援助的资金 实际上是通过以色列来进行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它是合法的 它的资金呢 首先是通过电子支付的方式 从卡塔尔转到以色列 以色列呢 和卡塔尔联合国度官员 在亲手携带手提箱 里边装着数百万美元现金 通过以色列 埃雷茨的过境点 进入到加沙 现金呢 直接分发给加沙的贫困家庭 和那些贫困的公务员 每个家庭和个人 必须在自己的名字旁边签名 表明他们收到了现金 该表的一份副本 要发往以色列 一份呢 要发往联合国 还有一份要发往卡塔尔 卡塔尔政府的官员表示 卡塔尔对加沙地区的援助 是与以色列联合国和美国 充分协调的 不过卡塔尔援助加沙的燃料方面 哈马斯是可以上下其手的 倒买倒卖来牟利 2012年至2021年 卡塔尔总共给加沙提供了 14.9亿美元的财政援助 也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吧 2018年 埃尔多安 对以色列的总理 就是现在的总理 内塔尼亚胡 是这么讲的 说哈马斯不是恐怖组织 巴勒斯坦人也不是恐怖分子 这是一场保卫巴勒斯坦家园 免受占领国侵害的抵抗运动 这句话我们就知道 埃尔多安是个什么样的货色 哈里德 马舍尔 伊斯梅亚 哈尼亚和 萨利赫 阿鲁里 这些哈马斯领导人都曾公开和埃尔多安会见过 尤其是大家知道的那个 阿里赫 阿鲁里在10月7号的恐怖袭击之后 他是跳得最欢的 起来庆祝的人 今年7月以色列查获了16吨源自土耳其运网加杀的爆炸物 显然是用于哈马斯火箭弹 这笔援助呢 比直接给钱还要给力 因为哈马斯需要的武士武器 2011年年末和2012年年初的时候 就有报道 土耳其已经取代伊朗成为哈马斯最大的援助国 他承诺提供3亿美元给哈马斯 这就是土耳其是吧 一个北约国家居然如此之糟糕 好 第四个部分 加密货币空壳公司和其他 第一 加密货币 去年2月的时候 美国国务院就表示 哈马斯在其他的海湾国家筹集资金 并从巴勒斯坦人其他的侨民和慈善机构获得捐款 这些捐款呢 是通过这种加密货币的方式 信用卡和贸易协议等等手段来躲避审查的 哈马斯利用加密货币进行恐怖主义筹款 他是一个最成功的用户之一 从2021年的12月到今年的4月 以色列查分了近190个据车与哈马斯有关的加密货币账户 这些违非作歹之徒 是非常喜欢这种能够逃避监管的所谓的数字货币吧 第二 空壳公司和其他 伊朗每年向包括哈马斯在内的巴勒斯坦组织提供高达1亿美元的支持 并列举了通过空壳公司航运交易和贵金属转移资金这种方法 美国财政部表示 哈马斯领导层将其收入投资的这个价值5亿美元的国际投资组合 其中包括这个阿尔基尼亚沙特阿拉伯 苏丹土耳其和阿拉伯年和酋长国的房地产和其他项目 也就是说哈马斯呢 在这些房地产等等的包括其他项目当中投了有5亿美元 哈马斯呢 通过这些资产的引力和洗钱 所以我前段时间做一期节目的时候就在讲 这个哈马斯个个都是百万富翁啊 这是一群钱串子 是吧 不过在我老徐看来 这个毒蛇啊 从来都是被爱心人士给养肥了的 哈马斯的资金呢 有来自极端组织和极端思想的人和国家 但是主要的部分却是依赖于全世界普世人权的爱好者的滋养 今日世界的难点就是说 你想打死毒蛇是非常不容易的 因为养蛇的群体实在是太多 环境又太过优渥 而试图避免被蛇咬的人 似乎也就只能听天由命了 就像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消息 是吧 那个德伊的以色列女孩被巴勒斯塔人正式确认被打死了 被打死之后还被游街 游街示众 这是这个以色列官方媒体所发布的一个消息 那么一个无辜的女孩被哈马斯打死了之后 要在加沙游街示众 游街示众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这种行为 对于加沙人来说 是他们所喜闻乐见的 那么问题来了 到底谁是哈马斯 我今天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